这是一台新的蔚来S8 最有识别性的标志性的设计 就是前年的X型的一个造型 来自于蔚来第一款产品车 也就是我们的EP9的一款电动超跑 它所保留的一个家族化的DNA 这个DNA通过超级跑车 沿袭到我们的家用车 这样会给用户提供一个更高的识别度 我们知道蔚来汽车也是目前我们认可的 就在中国纯电动汽车的新造车里面的一哥 那么它这样的一款产品的话 我们觉得从产品力的角度 我们觉得还是有相当的一个说服力的 S8它是一台全新平台的纯电动汽车 就这台车它是没有原型车的 它从打造的时候 从它的外观设计 到它的底盘布局 到它的动力总成 全部都是从零开始做的 那么这样的平台我们定义为 叫全新定制的纯电动平台 这样的平台 其中一个关键的目的 就是实现车辆的一个重心布局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对于传统的燃油车 它的发动机通常是在前面 那对于纯电动平台不一样 它的动力总成 那主要是包括电池 那电池我们知道是很重的一个单元 那么它毫无疑问 会把它放到地板 放到地板的位置 因为地板的位置已经最矮了 这样有机会获得一个最低的重心 第二点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布局上 我们在传统的燃油车 它会有前置后置的概念 那么到纯电动平台 没有严格的前置后置 那么它的电动机体积非常小 重量也不重 那可以很容易地布局在前仓 或者布局在后仓 这也是全新纯电动平台 对传统燃油车的一个革命 最明显的好处就是 它开起来很平衡 另外一个优势就是说 我们会实现一个比较高的 一个刚性的设计 那对于我们传统燃油车 它基本上普遍是一个板筋的工艺 也就是基于钢材来冲压 那它整车要设计成一个 很高的刚性是非常困难的 那对于全新的纯电动平台 比如说特斯拉 比如说蔚来汽车 它的底盘结构 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板筋工艺了 那么它是有独立的一个大量的结构 这个独立的大量 主要分布在车的底部的位置 那么通常的话 是用铝合金的压柱件 和挤压件来构成 所以它天生有很高很高的刚性 那我们知道S8 它的刚性达到40多千流 那这个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我们普通家用车 燃油车的两倍左右 超过保质业 也超过法拉利 蓝莫金都超过他们了 那这样刚性高 带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 这个车身的整体感很强 就这个车虽然是很大 但它开起来的大车感并不强 驾驶体验的质量非常集中 就源自于它车身的高刚性 在这个车的加速和自动的时候 它的响应更快 会明显地感觉到这个车 我急加速的时候 是整个车同时出去的 没有一个滞后的感觉 到减速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车减速的效率 会非常高 那么这也是高刚性的第二个优势 那么对S8来讲 是实现的比较彻底的 当然它也付出了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代价 就整车全力 尤其是底盘的全力 那么这样的一个布局 我们认为在BBA的体系里面 燃油车里面 七八十万以下 是不可能存在这样的体系的 那么未来能够在 相对四十万左右 五十万左右这样的级别 来实现这个体系 我觉得是付出了 相当大的诚意的 比如说四轮的空气悬挂 四火塞的Brembo的 SARS卡钱 那么这样的一配置的话 我觉得在燃油车的历史上 都不可能去出现在 一个四十万级别的车里面 这是绝对是不可能的 空气悬挂也是 可能很多人认为 就是简单一个调整一个高低 那么未来这个汽车 我们知道它空气悬挂 调整高低 这个是个基本的诉求 那么它还可以配合我们的ECU 来控制车辆的抚养 也就是我在紧急制动的时候 我可以瞬间 把前轴的悬挂调映 那么我在紧急加速的时候 可以瞬间把后轴的悬挂调映 这样的话会减小 它抚养的幅度 这也是空气悬挂的一个优势 那么在弯道的时候 那么这台车的话 我们因为我自己 常见是开ES6的 那么在弯道变线 包括变线的时候 这个车还是存在着 一定的大车感 这个大车感 并非是来自于 它的重心不够低 而是因为整车的质量 包括它的悬挂设定 一个2.4吨的车 如果在紧急变线 包括在弯道一些盘旋 高速盘旋 包括那个高架盘旋的时候 那么它的这个侧倾 还是比较明显的 这一点明显的 会比ES6表达的更明显一点 就它的侧倾 包括它的变线时候 车身的响应速度 比ES6都会有一定的差距 这个没办法 物理定义的如此 你同意 我同意 未来同意 牛顿不同意 这个音响效果的品质 我觉得是 也是远远超出 价位的一个定位的 那么这个8 作为顶配的音响配置 比我那台ES6的新能版 明显层次会更丰富 我觉得作为一个厚装 市场要做到这样的品质的话 我觉得低于1万块 人民币是不可能的 五六十公里以后 我们会明显感觉 它的这个隔音 是比较称它这个身价的 我觉得也接近于 大致接近于宝马X的这个级别 就整个不断 不管是这个噪音的一个出息好 还是这个噪音的敏感度也好 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 称一个高档豪华车的一个感受 从ES6包括ES8整体的类似氛围 我觉得就是相似度已经是高达90% 甚至更高了 就从它的这个车型的一个中控的布局 包括屏幕所选的这个尺寸 没有去像一些极端一点的车型 去用满屏的屏幕 去追求一个炫酷 它追求的还是一个实用 当这个主屏的这个仪表现阶段的话 我们觉得还是存在一些缺陷 比如在这样的一个光照条件下 那么我这样看仪表的话 是在里面很容易看到我自己的脸的 就是它的反光的特性会比较强 就在另外一个屏幕 在中间的这个中控屏幕 就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多功能区的一个设计 主要是集成一些 包括语音音音乐 包括导航 包括车辆控制 那么它可以通过语音 也可以通过触摸来实现 ES8包括ES6 我觉得在这个类似的设计的话 一些亮点 或者说它区别于一些新造车 或者传统电动车的一个特点 我觉得有几个地方要强调一下 第一个就是 它把传统中控台的扶手箱已经取消了 扶手箱取消以后 这个中控台往内面内凹了 大概有5到10公分 我们前排的座椅的腿部空间 就直接增加了5到10公分 借着这个优势 在副驾打造了一个所谓的女王座驾 ES8它的面板特别的高 那么这个面板高的话 产生两个优势 第一个优势 使所有的物理按键触手可及 这个物理按键包括档位开关 音量旋扭 包括双闪落索 那么这些按键我们知道 是无法通过大屏幕快速的操作的 同时也不安全 另外形成的一个优势就是说 使下面的储物空间的容积变得最大化 所以这是一个一键双雕的设计 体现了未来的设计团队 对用户习惯和安全 驾驶安全的一个深刻的理解 我们发现这台车的话 它是一个2加2加2的一个标准 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个6座的车型 就中间的话形成了一个过道 那么我们发现后排的中排这个座位 它也是可以调的 但是提供的是一个手动的调节 就它的俯仰包括这些座姿都可以调 那么手动的扶手箱 这个扶手也是可以调动 作为我一个ES6的车主 我觉得比那个ES6的后排要强一点 就这是作为ES8的中排 整体的乘坐感 包括左右两位的这个成员的这个独立性 会适当的会强一点 那么在后座的 我看了一下的话 大概也就是一个小孩的一个乘坐的一个感受 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成年人 就坐勉强是可以坐 但是可能达不到一个很宽松的一个长度 就临时应一级 现在的续航还有129公里 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蔚来的换电服务 导航到蔚来汽车的换电站 出发去Neo Pow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换了10分钟左右 我们这次换电已经完成了 我们看到这个新的续航里程已经到了391公里 就从这个换电的速度 毫无疑问是比那个超充要快很多很多 按照我自己的一个体验的话 如果就是说平凡的以这个换电作为唯一的一个使用方式 应该还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这种应该是作为更接近的作为一种应急的方式 那么一方面是这个换电站它的绝对数量比超充要少得多 也就是你去误设一个换电站这个需要化的周折会比较大 第二个就是它作为一种唯一的一个换电模式 或者说一个补充能量的模式的话 我认为也是不可取的 那么更合理的话还是依赖于小区或者说是自建能的更好 这样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充电桩 就可能需要的时间会要七八个小时 但是它相对来讲 你如果有一个固定的充电位置 我认为就我自己而言 因为我自己用1S6 我自己也有一个充电桩的位置 我觉得它的体验会超越 家用车就是燃用车去加油的这个体验 这个可能是觉得很神奇的 或者很多人也是不相信的 因为当你有一个固定桩以后 你的车总是有很长的时间要停的 至少一个晚上 那么你回来的话 像我的话可能就两三天冲一次吧 那么回到家就把这个插头怼上去 这样的话第二天你开走了 你起码省掉去加油站排队那个时间 以及包括付款那个流程 这个流程取掉了 只能这个流程 真正你享受到这个独立充电桩的位置以后 你会发现去加油其实也挺复杂的 但如果你没有这个充电桩的条件 去依靠所有的去蹭这个超充 或者是来蹭这个独立的换电站 我觉得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那我们新ES8跟老ES8的动力总程也做了一些调整 我们知道老ES8是前后240千瓦的异步电机 那么新ES8前轴替换了一台 160千瓦的泳池同步电机 实际上这个动力总程的布局就跟ES6基本上是一样的了 那为什么要做这些调整 那我们知道 泳池同步电机跟异步电机 团两者的工作效率覆盖的转速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那比如说我们在四驱轴轴轴停进的时候 泳池电机的效率就高 那么到高速的时候 需要产生一个弱磁扩屏的时候 那我们异步电机的效率会高 那这样混大的一个效果 就使得ES8比如说我在四驱轴轴停进的时候 我会让它倾向于一个前驱的方式 这样用前面的泳池同步电机来工作 可以获得一个比较高的效率 也就是提升我们的续航 同样当我们到高速以后上到100 120以后 那么后轴的异步电机会更多的输出扭矩 而前轴的泳池同步电机就会更少的去参与动力的输出 这样可以提升高速式的一个续航 所以这个策略的话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出 是在ES6上面验证以后 未来认可这个方案 从而把新ES8做了这样一个动力总成的布局 那么从动力的角度 两载加起来 400多个千瓦 540匹的马力 725牛米 对一台家用车而言 是严重的过程 就是不是普通的过程 在任何速度 一脚油门下去 足以带来恐怖的推背感 这个推背感对一台家用车 我认为是远远超出用户的诉求 未来它的整个给大家的印象就是落差会比较大 这个落差体现在 我用一句话来看过 就是买来的不停的在夸 没买的不停的在骂 那么这方面的生成原因还是源自于市价的人太少了 道听土说的人太多了 也就是我们说的键盘车身太多 但真正未来对它的车主 尤其是我本身 我也是作为车主 它的真正的服务体系是很感动人的 方方面不管是你买车以前 尤其是买车以后 你遇到售后保养 遇到事故的维修 方方面的拯救 未来对你的人文关怀 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到位的 这也是它这样一个品牌 为什么能够得到高端用户群体的认同 你想一下 真正去消费一个四五十万 乃至五六十万的车主 它会没有去试驾个BBA吗 其实未来我身边的未来的用户 80%都是已经消费过BBA的用户 因此这个群体是有相当的代表性的 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看好 未来汽车的原因 未来的S8 从它最早的老款出来的第一代 到现在我估计认为它是第二代吧 我觉得整体的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同时它整个车 从它的驾程品质 方方面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称 五六十万的一个身价 当然我们作为国产的电动车来讲的话 可能大家对未来汽车都还有一些误解 会觉得有些不值 那可能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更多的是需要大家去试驾 是体验 非常有意思的 我们看到这里的电动车 关于我们下方的劝砖 我们下方的劝砧 开始 我们下方的劝砧 这个问题是 Sam